大家好 10月18号 哎巧了 现在正好是10点18分啊 10181018 2021啊 这两天啊 有很多粉丝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啊 感谢啊 有的人一次就给我发来十来个啊 这两天有二三十条电子邮件 没有及时的回复啊 抱歉啊 这有一个粉丝啊 就是我先给他念一下他的啊 他说您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就敢爷呗 我也关注您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在 在韩国吧 就直接说吧 韩国打工 再有一年就整十年了 已经来了九年了哈 这些年呀 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 我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就来韩国打工了 来韩国这些年也经历了每个人必须经过的事情 比如说亲人离世啊 家里人去世了啊 这个很值得同情的啊 怎么说呢 我一直没碰到好运气 在韩国挣的钱 一直也没存下 可能就是都花了啊 或者说有开销比较大啊 您发的视频我都看了 可是国内的家人怎么办呢 我是回去啊 还是不回去啊 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命了 其实在韩国的工作一般般 现在呢 这个汇率吧 也还能凑合 这些呢 也都无所谓 其实 还是担心国内家里的亲人们 还有我 是来韩国后 才知道了利害国的一些事 利害国吗 指的中国大陆啊 已经醒过来了啊 这位朋友啊 他就说了这么一段啊 我知道他的意思 就比如说 到韩国吧 他也不是可能学历啊 年龄啊 职业技能啊 专业水平啊 各方面 所以他干的工作 也是比较一般般 他说我在韩国的工作一般般 可能就是工厂啊 或者超市啊 或者公司的普通员工啊 就干点普通的活 是这样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个普通人 我也有很多 我的能力所达不到的 是吧 我的能力达不到的 那么 尤其是前些年啊 我不是做粮油批发吗 我经常到东北地区 去采购大米 东北地区 呃 那个年代有多少人 反正至少几十万人吧 都跑到韩国去打工 一开始是 以朝鲜族为主 后来汉族也去啊 东北地区很多人 去韩国啊 后来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去日本 在欧洲 在我们这儿 那个也有很多东北人啊 给我们家原来搞装修 简单的装修的 就是黑龙江的 他原来还是黑龙江一个小学老师呢 但是工资特别的低 然后生了孩子之后 给孩子买奶粉都费劲 他一咬牙一跺脚 哎 来这了 来这了 待了两年 他当然是黑着来的 以旅游的名义 黑在这儿啊 待了两年 稍微的立住脚跟啊 稳住之后 就把他老婆接来了 现在他老婆在这是当导游吗啊 当然最近一两年稍微差点 有了疫情 平常的收入还是不错 主要就是西班牙 葡萄牙 西蒲 伊布利亚半岛这条线 他老婆是当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导游 他是装修啊 他还是个头啊 他手下还管着几个人 也不算管吧 就是他长期 跟他合作的人吧 基本上是国外是比较松散的 是吧 我们这儿好多东北人 西班牙 是吧 我去那个黑龙江 牡丹江 然后宁安 这个降水村 到那儿我还参加过婚礼 朝鲜族的小伙子 娶的汉族姑娘 本来都是朝鲜族内的通婚比较多 但是年轻的朝鲜族姑娘 大量的去韩国了 嫁韩国人的也非常多 所以造成找不到适灵的 朝鲜族本民族的婚配对象 婚姻对象 后来也娶汉族姑娘 我还参加那婚礼了 然后穿着朝鲜族传统的民族服装 确实朝鲜族的民族特色 也是很鲜明的 我知道您的意思 就是说您又惦记家里人 甚至在您在韩国待了九年 如果您没有解决身份 甚至回国都费劲 回中国 但是您现在面临一个 可能在这事业上有瓶颈 收入 包括阶层也没法突破 可能还挺孤单的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是我 当然我并不是您 如果是我 我可能我还是向往自由 是吧 你像我在国内 我的物质条件是不错的 但是我都不要了 我的生意我是自己给停了 是吧 你到了韩国 最起码它的空气污染 是吧 这个韩国有时候也有空污 据说这个PM2.5 40%还是60% 是从中国飘过来的 包括北朝鲜 我也看见有时候那天野 是灰不冷灯的 是吧 就跟那个乌秃秃的 就跟那鲫鱼汤似的 但是起码你在韩国 基本上总体上 你要比这个雾霾的 发源地的 这个空气污染要强多了 而且韩国呢 你吃的东西你也放心呀 你在中国你放心吗 对吧 那个另外政治上呢 韩国是多党制吧 是吧 你有了冤屈 也不会说你为了说句话 因言获罪 就把你抓起来了 是吧 所以其实很多人给我来信 是希望我给他们鼓鼓劲 是吧 来封信 希望我给鼓鼓劲 坚定一下自己的信心 在我们西班牙这也有 也有 前一段我们认识一个江苏的朋友 这个说实话也挺苦的 他是个男的 他在这呢 就是做服装 就是自己家啊 跟他跟摩洛哥人 还是跟什么人 反正是老外 好像摩洛哥人 他们一块弄个房子 在里边加工服装 实际上就是给那些大品牌 大品牌 很多也是小作坊 小的服装 加工厂加工出来 他收入可能还可以吧 一个月能挣个 一两万两三万欧元吧 可能十万二十万人币是能挣 可是长期两地分居啊 他老婆在国内 在国内 在一个私企当个会计吧 然后还还有他们家的孩子 有很多这样的 偷渡来的 然后你的这个身份 没完全解决 你还不敢离开这国家 离开之后 你再回来还麻烦 所以我知道在韩国 在日本 有很多中国人是打黑工的 也包括在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啊 那么有夫妻分居的 多少年的 是吧 这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上海人吧 一个文革的那老老哥哥 上海的在安徽插队 后来到了日本 打黑工 很多年都不敢离开日本 后来就是他女儿吧 他女儿先来的 到那个去美国留学 然后在日本转机 待了一两天 啊 那哥们姓什么来着 反正挺惨的 他跟他老婆 啊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分离 啊 分离了十几年 二十年 等见面的时候 俩人头发都白了 所以这中国人真的好可怜 啊 好可怜 当然了 在韩国也有韩国的问题 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号称百万大军 一直威胁着韩国 是吧 我去过韩国 所以这个韩国 这个三八县 什么统一阁 啊 这地方什么泼州 啊 有什么总统的别墅 首尔 人川 啊 这地方我都去过 韩国是很干净啊 比中国干净多了 你中国的大街小巷 是吧 中国哪个省也不干净 甭管是南方北方 你看那个国内人拍的视频 也上传到油管上 啊 那个在大街上吃完饭 那个卫生纸 就是那个餐巾纸吧 扔的满地都是 是吧 一看到那个遍地垃圾 就感觉很亲切 又回到我们熟悉的国家了 是吧 您说您担心国内的亲人 可是回到中国 大家都说中国人是韭菜 是吧 等于您要回到中国 您要成为一颗韭菜了 对吧 而且在中国不光是经济上 它盘剥你 利用各种手段 还有刚才我说的政治上 是吧 因言获罪 除非你永远闭上你的嘴 如果哪一天你忍不住了 或者你在国外 比如说在韩国 你习惯了啊 有言论自由 哎 你啪啪啪一说话 是吧 反正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您在韩国 您也不用过分担心国内的人 是吧 不管是儿女还是长辈 儿孙自有儿孙福 爹妈也自有爹妈的福 对吧 当年人家这英国人 英格兰人 是吧 还有什么荷兰人 反正欧洲人吧 人家发现美洲大陆 当然其实不止哥伦布 大概在公元980多年 就有少量的欧洲人 已经到达美洲了 但是比较成气候的 成规模的 是吧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 然后新教徒 在英国待不住了 跑荷兰 英国的新教徒 又从荷兰 坐着五月花号到了美洲 是吧 那么建立了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人就老说什么 这个父母在不远游 实际上是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是吧 这就有办法来解决 是吧 这个 老婆孩子热炕头 三十亩低一头牛 有什么意思 是吧 就中国人老是灌输一种故土 故国 家乡 丧子 这种概念 拴着你 捆着你 绑着你 是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 这种观念很落后 是吧 你比如很多词 什么家乡 英文翻译成 home town 但是实际上 是吧 祖国 motherland 实际上老外那种 真正心里想的那概念 和中国人这些词汇 有很大的差别 反正我是坚决的 我就要留在西方国家 真的 我是不想 我这辈子也不想回到中国 中国对我来说 已经是过去时了 白白了 真的 就是中国这种 怎么说呢 我感谢的是我的爹妈 把我养大 但是我17岁 我就上班了 我22岁 我就白手起家 我就给我自己挣钱了 是吧 我打工也打了16个单位 从扛搭个的装卸工 保安 车间工人 库房杂工 卖衣服 卖鞋 卖火车票 飞机票 就是各种的工作 我都干过 职工食堂 刷锅洗碗 我什么都干过 所以说实话 包括服务员 厨师 采购员 报官员 推销员 我在中国也是受了大泪了 也是被很多人坑过我的钱 坑过我的钱 陷害过我 我到北京某一个大学要去做讲座 然后还有人举报我 这个小的时候 我7岁就有同学举报我 我一再说 我不恨具体的人 我恨的是这种 黑暗的文化 是吧 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 如果让我选择 我坚决不回中国大陆 真的 这就是我给您的最有力的支持 和最明确的回答 包括我的下一代 我让我儿子就找西班牙的女朋友 我们在从中国出来之前 我们家就说好了 就不找中国人 中国人太事多 不是说中国人坏 中国人很多愚昧的地方 有很多叫掰不开镊子 掰不开镊子 自己跟自己拌算 自己把自己的手 脚都给捆上 把自己的嘴都给封上 都给堵上 中国人很怂 中国人没觉得很怂吗 哥们 活得太怂了 太卑微了 太卑贱了 太可怜了 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的一辈子 那不叫活着 那就叫喘气 那你就叫喘气 真的 在中国那种傻人 愚昧的人 是吧 我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北京 四十多年 那中国人啊 北京人 有的人还羡慕 北京人什么都没有 我周围那些吃不上 喝不上 连个自己家房子都没有的 吃低饱的北京人 也是比比皆是 北京就有个特权阶层 就是各部委的公务员 他们能有一定的保障 当然他们也是奴才 然后再往上就是权贵 红二代太子党 整个中国就是被500个家族控制的 是吧 不有这么句话吗 不自由 无宁死 我是万分的庆幸 我脱离了这个粪坑 这个毛屎坑 这个人间地狱 这个黑暗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这个 还有的人说 我是在中国大陆挣了点钱 然后又出来这个讽刺挖苦 然后说在这个油管上挣点广告费 挣点小钱 那真是太小瞧我了 太小看我了 是吧 我绝对是说我的心里话 对不对 我做油管也是 叫什么 阔小姐开窑子 不为挣钱 为了过瘾 对吧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 大家订阅我呀 什么 看我的广告啊 我几乎没说过 偶尔说过 一两回两三回是吧 别人天天是跟念经似的口头禅 我就是自己聊痛快了 但是我要不在西方国家 不在民主国家 不在西班牙 我能聊痛快了吗 对吧 在中国大陆 你看看那个 之前说那中印边界 质疑解放军死伤人数 那个南京的蜡笔小球 还有最近的罗昌平 原来财新的副主编吧 这不都抓了吗 你就是说句话就不行 兵雕连 那些人应该死吗 对吧 你连这个冬天的棉衣都没给准备 你连必备的粮食都不给准备 你就驱赶着几十万上百万的军人 你去跟人家拼命 你这说得通吗 你拿你的士兵 包括你的人民群众 你的臣民 你的子民 你的居民 你的公民 你的屁民 是吧 你没把他当人看 所以你还是吧 反正换了是我 我才不回中国呢 真的 谁回去 谁傻 谁愿意回去 谁回去 是吧 既然您看得起我 给我发了电子邮件 那我的答案就是别回去 是吧 好歹在国外 就是当狗 都比在中国当人强 中国那不叫人 你是奴才 奴隶 你得给人下跪 你还得吃地沟油 还得闻着雾霾 对吧 恐惧 南人 我 你还不开轻 想要 我 这个词曲 李宗盛